对 我们刚刚听了有阳兵 阴兵 有神兵 有鬼兵 现在我们就来讲讲 非洲的民兵和佣兵 现在你看到我在这个部落 这个部落 大家光是看它这样古老的传统 女生还要把下嘴唇切开 放进一个用陶土 或者木头制作的一个盘子 然后底下有一个凹槽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他们要怎么样维持这样的传统 其实就是靠他们自己的民兵力量 因为我们都了解 从伊索皮亚到苏玛利亚 这边最多的就是土匪 海盗 而且恶名昭彰 那你可以看到 从我跟这一位在当地 这就代表身份地位跟美丽的 这样的一个象征的女子 再到你看附近摩尔西族 Mercy 苏尔玛族 他们都有这个古老的传统 那么这样的传统 在我们外地人看来是匪夷所思 我们接下来再看影片 你有没有看到 我跟这位妇女在跳舞的时候 我们后面的是我要租一架私人飞机 跟一辆吉普镇 你看上面四个大油桶 因为附近完全没有加油站 而且非常的危险 但是你看跟女人跳完之后 其实在我头上戴的就是河马的牙齿 河马的牙齿 那么当然对他们来讲 他们当地有什么 他们就用什么 那么能够跟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相处 你可以看到旁边的男人 那么你都要先跟他们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情 不然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进入这些部落 跟他们一起来生活 更何况你看他会愿意 在你的面前把他的这个唇盘拿下来 那就好像一个妇女 比如说传统中国妇女 她的裹脚布 你说她会给一个外人看吗 几乎不可能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 她把这个盘子从嘴巴拿下来 原来这个盘子中间是有个凹槽的 然后她等于是像 就是像我们 她在卡在上面 对 像我们的齿轮一样 她那个这个 好像我们的皮带一样 把它卡住 那么当然最难得的是 她带上去拿下来 这个即使是其他的 这些国际的 什么国家地理频道 他们都拍不到 因为跟他们 如果没有交情的话 那么他们不会愿意 跟你这样子来做交流 接着我们就仔细来看看 当地的民兵了 现在跟我一起 在这边跳战舞的 就是民兵 我们拿着这个长长的杆子 这些杆子还不稀奇 杆子是他们传统的一个武器 接着你看他背上飞的什么 左肩背的 就是一个AK47步枪 这对他们来讲是 基本配备 AK47步枪是他们基本配备 基本配备 我们可能以前 我们在台湾当兵服兵 我们拿什么武林机枪 他们比我们还先进 可是也就是你看这样的民族 他们就成为 所有拥兵的来源之一 那么你回想一下 当整个北非到中东 在发生莫里花革命的时候 记不记得利比亚 当时格拉费用佣兵的成为 世界轰动的新闻 因为人民的反抗 他就准备调动这些 沙拉沙漠以南的 这些所谓的黑人部落的佣兵 然后近来无所不用其极的准备 能够镇压那些反抗他的人 那么当然大家知道 这些民众 当然他们也是为了生活 你知道他们到那边找佣兵 多的时候可以有150万的佣兵 在任他们使用 150万佣兵 非常多对不对 而且一到那边 就是先就是2500美金 2500美金就直接下定 2500美金对我们来讲 大概七八万台币 可是对于他们这些 你现在想想看这些部落 他本身体能就好 再加上这样一个恶劣环境 又淬炼了他们的体力 那再加上他们平常 就有这些民兵的组织 必须保卫自己的村落和部落 然后当这些 包括了北非的几个国家 或者是到欧洲的几个强国 他们来找佣兵的时候 这些人太好用了 又听话 又能够打仗 而且又不怕死 不过我们刚才